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秒让他家原地破产 开学那天 我拿出我妈给设有准备的小礼物说道 你们好 我叫姜牧 哇塞 这是木奈儿刚上市的限量版洋提包 太贵重了 姜牧 你家是土豪吗 这种限量版就算配期货 也是要分人脉的 室友被我的豪气给震惊到了 我解释 我妈是这个品牌的设计师 有内部折扣 不贵的 我没有说完整 当年我被人贩子拐走后 我妈就用我的名字创建了木奈儿这个品牌 她是设计师 也是创始人 哎呀 你们赶紧帮我拿一下 重死了 门口传来娇滴滴的声音 我耳熟极了 我养父母的亲生女儿 当年他们生意忙 就去福利院收养了我 每名其约互相做个伴 实际上我就是姜牧的免费保姆 姜牧看到我 你怎么在这里 室友察觉出我们之间的气氛不太对 连忙打圆场 快看看姜牧送给我们的礼物 木奈儿的 姜牧嫌弃地拿起包 下一秒直接扔进垃圾桶 没钱就别装大款 我可不背假货 他拿出自己准备的化妆品说 诺 给你们 语气和表情像极了施舍 舍友打开礼盒 皱眉道 这个被人打开过 另一个室友 看着手中的SK2爽肤水 我这个也被打开了 姜牧整理了下头发 居高临下地说道 我就打开用了一次 想必你们也买不起 送你们了 室友深呼吸一口气 直接将礼盒扔回去 不好意思 不需要 屈营拿出项链送给我们 没有江晴的 徐希没准备礼物 请我们出去搓一顿 没叫江晴 江晴气得跺脚 你 你们 她从小被众星捧月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我和摄友吃饱后回宿舍 姜牧 那个傻缺不识货 我知道你那是真包 她不要正好 对 就是 我忍不住笑 刚推门进去 我脸上就硬生生地挨了一巴掌 你个野种 我们家好心养了你二十年 你竟然在学校里让同学们孤立情情 眼前的人正是养了我二十年的父母 赵燕一身名牌 五官因为生气扭曲在一起 命令我的语气那么自然 她自己看不起同学 活该没朋友 赵燕愣愣住 没想到我会反驳她 巴掌即将再次落下 我握住她的手腕 用力往后一甩 我们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 你没资格打我 赵燕气得胸口不停起伏 你 你个白眼狼 我当初就不应该收养你 你收养我是为了让我照顾江晴 成为你们家的免费保姆 江晴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 当初要不是我爸妈收养你 你早不知死什么地方去了 你给我们家当保姆 伺候我那都是应该的 江晴从小被家里宠坏了 她觉得我生来就是伺候她的 赵燕警告我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不然我随时都能让你吃苦头 拭目以待 晚上回家 我故意将头发散开 挡住红肿的脸 我妈看我回家 拿出今天的战利品 宝贝 这是我请设计师专门给你设计的星空裙 喜欢吗 喜欢 我担心露线 赶紧说 妈 我先上楼了 她抓着我的手腕 拨开头发 看到我脸上的五个手指印 乖宝 告诉妈 谁干的 我听得出来 我妈正极力隐忍着怒火 话音刚落 一家人都围了过来 我把今天在学校的事情 简单说了一遍 你们别担心 这一巴掌是我没注意 不然肯定不会让她碰到我的 我妈踹了我爸一脚 还愣着做什么 需要我教你怎么做 我爸是出了名的宠妻狂魔 明白明白 江氏集团很快就会宣布破产 我妈心疼不已 她知道我不想太显眼 暗中派我二哥去学校一趟 我二哥的影响力 比明星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路上都是她的粉丝 她去了导员办公室 你好 这是我给我妹妹准备的礼物 麻烦您帮我转交给她 导员刚毕业不久 他也是我哥的粉丝 激动得直接站起来 天哪 大神 他激动了一会才点头 好 好的 那个我能不能加你一个微信 这样后续有什么事情 我们也可以多交流 当然可以 我二哥突然来了个电话 他指了指里面 示意有卡片 然后就走了 导员倒杯水 缓和一下激动的心情 回来发现 卡片不小心被人洒上了水 只能隐约看见一个江字 咱们搬谁是江澈的妹妹 这是她送来的东西 过来拿一下 江澈两字一出 全搬震惊 导员 是我知道的那个江澈吗 对 江澈的小跟班 戳了她的胳膊下 秦秦 你姓江 你该不会是江澈的妹妹吧 小跟班的声音不大不小 全班人都看了过来 天哪 我竟然和大神的妹妹是同学 江澈剑没人承认 被赶鸭子上架 是的 我是江澈的妹妹 一个人怎么能不要脸到如此程度 我站起来 等等 江澈剑是我 不耐烦地说 怎么 你该不会想说你是江澈的妹妹吧 你一个孤儿 撒谎也不找个好点的理由 孤儿 江牧是孤儿 同学们的话传进我耳朵里 这种话我听得多了 也有了免疫力 我当然是江澈的妹妹 江澈翻了个白眼 笑死 我晃了晃手机 既然你说你是江澈的妹妹 敢不敢给她打个电话 江澈面露难色 我讥讽地笑了 既然你不敢 那不如我来打 刚拨通号码 对方秒接 充满磁性的声音 通过手机外放出来 木木 怎么了 班里瞬间安静 大家自觉地平住呼吸 我疑惑地喊了声 大哥 是我 你二哥刚出去 是在学校遇到什么事了 隔着手机 我也能想象到 大哥坐在沙发上 金色边框眼镜下 那双含着笑意的毛子 按照二哥的话来说 衣冠楚楚 斯文败类 没什么 就是想问一下 二哥今天是不是来学校 给我送东西了 这个我不清楚 一会回来我 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好 挂了电话 江晴指控我 你这个撒谎精 你知道哥哥是谁吗 就敢随便认亲 他拿起礼物要离开 被我拦下 走可以 东西留下 江晴习惯性的 就要抬起巴掌打我 下一秒他却放下了 可怜兮兮道 江木 我知道你家庭情况差 这种好东西没有见过 如果你要实在喜欢 我送给你好了 我深呼吸一口气 真是人质见责无敌 我算是见识到了 江木 这是别人的东西 你怎么能抢呢 就是 我们大家谁都知道 江晴家是好 出身高 她是大神的妹妹 我们相信 你的话 还是算了吧 曲莹挡在我前面 胡说八道什么呢 刚刚电话你 没听明白 是不是 大神出去了 一会就回电话 徐希握紧我的手 江晴连电话都没有 我看是她在撒谎 还差不多 不就是仗着家里面 有两个臭钱 还真以为自己是公主了 江晴指着我 你竟然让别人欺负我 我要告诉妈 吴鱼死了 这么大人了 动不动就要找妈 导员见情况不对 把礼物收回去 我有江澈的微信 一会我问问她 江晴脸上滑过一抹慌乱 转念一想 班里就她和江木姓江 一定不会是江木 那个土包子的 之前她给江澈应援过 一定是那个时候 被她给注意到了 所以才会送来礼物 想到这 江晴脸颊红了 开始幻想江澈请她吃饭的情景 好啊 您可一定要问问 免得什么人都敢和哥哥攀关系 江晴此话一出 大家就更认定她才是大神的妹妹 晚上 宿舍 江木你快看 江晴背着我们建了一个群 还在群里说你坏话 我浏览了一遍截屏 江晴也就这么点本事了 没关系 嘴长在别人身上 他们要说就去说好了 曲莹 木木 你真的是大神的妹妹吗 她话里没有质疑的成分 只是不敢置信 想要确认一下 我点点头 是 曲莹激动地蹦起来 过两天 大神有个电竞比赛 宝贝你能不能帮我搞两张跳 我在包里翻了两下 我这有出入症 可以直接去后台 也可以在二楼VIP室观看 这个可以吗 曲莹使劲地点头 当然可以了 我终于可以见到我偶像了 手机响了两声 我走到阳台去接听 二哥 我听到那头传来游戏声 妹 今天打电话怎么了 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江彻倾笑 就是一直欺负你的那个人 我恩了声 这是交给我 明天哥去学校给你处理 江彻表面浪荡不羁 实际上 手段在江家数一数二 我知道 明天江晴不会有好果子吃 一日 我和曲莹徐熙三个人 朝着教室走去 隔着很远 就听到激动的那喊声 啊 活得 真的是活人 哥哥 你可不可以给我签个名 他如愿拿到了江彻的亲笔签名 开心地作了一口 江晴目光扫过他 眼里的不屑显而易见 吐憋 哥哥的一个签名 就把你激动成这样 身旁的狗腿子羡慕极了 手指轻轻拽了下他的衣服 清晴 你一会能不能让你哥哥 给我也签个名 我也想要 江晴嫌弃地拍掉他的手 看情况吧 我哥哥可是很忙的 我好不容易才挤进来 发现不仅有我们专业的 还有很多其他专业的学生 导员尽力控制住现场 大家不要激动 先找位置坐下 同学们罕见的风抢第一排 导员看见哭笑不得 我和二哥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听我妹妹说 大家很喜欢看我打比赛 今天特意给你们送来前排邀请函 话落 我二哥拿出一达门票 VIP场次的 可以去现场吗 感动死了 从没有想过 有朝一日 竟然可以见到哥哥真人 我二哥轻飘眼尾 VIP跳广告 你们找我妹妹拿 不够和我说 椅子上 有人推散着江晴 赶紧上去拿 还有人已经提前预定好 要几张 江晴整理了下头发 娇羞地上前伸手去接 谢谢哥哥 我二哥收回门票 嘴角地笑一脸去 你就是在学校里 一直欺负我妹妹的江晴 事情转变太快 江晴还没反应过来 神 什么 江彻眼底一抹狠力 转瞬即逝 补充一句 江晴以及在群里 骂过江木的人梅 有票 有眼力见的人 拿出手机 纷纷退群 同时暗地里松了一口气 幸亏昨晚没随波逐流 江晴大喊出声 江木怎么可能会是你妹妹 她只不过是一个香巴佬 我才是你应援会的粉丝啊 当时你还冲我笑了 江彻脸笑 周遭的气息凝在一起 语气冰凉刺骨 我警告你 再敢为难江木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江晴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我二哥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应援粉丝会会长打电话 以后禁止江晴参与任何活动 教室里鸦雀无声 谁也没想到 一向温柔的江彻处理方式 这么果决 江晴委屈地夺门而出 教室里没有一个人跟出去 晚上十点 看比赛的都回来了 大家还沉浸在兴奋中 江彻最后那个大招简直太牛逼了 直接将对方杀得不胜一滴血 他们配合真默契 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做什么 群里消息刷新个不停 江晴打开手机浏览信息 差点没被气死 江木永远的神 没有你我们也不能 和哥哥这么近距离地相处 之前我还以为江晴是正主 幸亏大神出面澄清 不然真就被他给蒙混过去了 大神压根就不认识他 江晴还舔着脸过去 笑死了哈哈哈哈 啪的一声 手机应声落地 四分五裂 江晴气冲冲地跑到隔壁宿舍 命令小跟班 我心情不好 陪我出去走走 他这语气令人听了莫名的不爽 江晴 我们是你的同学 不是你家庸人 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 今天我有点不舒服 先睡了 说完 直接躺在床上 江晴咬牙切齿地说了句 好 你以后别来求我 他又将目光 放在另外一个女生身上 对方因为没去城 江车的比赛现场 心情本就不好 现在更是连敷衍都懒得做 江晴 都是因为你我们才没有门票的 你还是走吧 以后没事 别来我们宿舍了 江晴什么时候被人这么对待过 你 你们 我记住你们两个了 等他走后 躺在床上睡觉的那个坐起来 我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好 毕竟江晴家里在京城 也是有点全市的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今晚心情真的是差到爆 隔壁宿舍 屈营紧紧抱着我的大腿 木木 谢谢你 我今天不仅见到了江彻本人 还加了他的微信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以后我能成为你的嫂子 我拿你当朋友 你竟然想泡我歌 我们宿舍昨天睡得比较晚 今天又没有课 十点大家都没有醒来的意思 砰的一声 江晴推门进来 指挥着后面的人 把东西放下 我睁开眼睛 看清楚站在宿舍的人 江晴 你吞了的是不是有毛病 知不知道女生宿舍 男生止步 我打开手机 咔咔咔拍了好几张照片 你们是哪个专业的 私自进女生宿舍 我会把照片发给导员 让他来处理 男生懵了 质问江晴 你不是说你们宿舍没人吗 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 江晴也没想到我会这么做 脸色难看 你们别担心 江木不敢的 我看他的眼神 活脱脱就是在看傻子 他凭什么觉得 我不会告诉导员 我直接当着他的面点 开导员的头像 发过去 江晴的脸色 跟踩了狗屎一样难看 不知道江晴是怎么处理的 那几个男生最后走了 我躺下 准备睡个回笼觉 宿舍里的人接踵而至 什么情况 哇塞 这款包包我喜欢好长时间了 可就是太贵 舍不得买 谢谢你江晴 江晴 你家简直太有钱了 这么多大排衣服 真的可以随便拿吗 江晴逆了我一眼 当然了 我可不像某人 抠抠嗖嗖的 是江车的妹妹又怎么样 她也不过是 靠着粉丝才赚钱的 我这里的可都是奢侈品 随便拿 我家里还多的是呢 不过有一点 江木的朋友不准拿 大家都有些尴尬 毕竟昨天晚上 才从江木那里拿了VIP票 有几个同学已经放下了 走到江木身旁 江晴指着他们 你们可要考虑好了 比赛门票只要有钱 就可以买到 这些奢侈品可救 江晴说的话在里 大家都是人精 这个时候应该选什么都清楚 曲莹拿起一件衣服看了眼 随即忍不住笑了 江晴你家里可真厉害 人家品牌方只在官网发了宣传 还没有正式上市 你这里已经有这么多件了 不过下次记得找个好点的加工厂 这还没穿就脱陷了 同学们一看 还真是纷纷扔下手里的衣服 江晴 咱们都是同学 你没必要弄些假货来哄我们 江晴脸色涨红 咬牙给自己解释 我没有 我看着熟悉的包包牌子 这不是我妈给我创建的品牌吗 这个系列的包总共就生产了十个 江晴这就有十五个 真是 我打开官网的宣传 对在江晴眼前 这个包木奈尔只生产了十个 没有这么多 而且每个包里面都带着编码 从一到十 你这挺多呀 所以包包也是假的 徐希指着化妆品说 天呐 衣服包包都是假货 这些化妆品 该不会也是假货吧 江晴送的东西我可不敢用 大家都选择 站在江木这边 群聊里退的 只剩下稀松几个人了 江晴 江木 我不会放过你的 结束了闹剧 我也睡不着了 请屈营和徐希去吃饭 校门口那家火锅真不错 味道够近 对我的胃口 会不会太辣了 我觉得还好 吃完饭回来 我推门进去就看到江晴正拿着我的包 她仔细按照官网说的鉴定方法比对 还真的一模一样 她怎么会有钱买这么贵的包 我有几分无语 双手环胸斜靠着门框 似笑非笑地盯着她 我看着江晴 把她自己的假包拿出来 要换我真包 换完了吗 我突然出声 把江晴吓了一大跳 她手里还拿着两个包 尴尬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扭头看向屈营问 都拍下来了吗 屈营把手机递到我眼前说 全录下来了 江晴还想给自己辩解几句 我就是想看看我们这两个包之间有什么区别 没有想用假包换你真包的意思 我恍然大悟地呕了一声 原来你是想偷偷换我真包 江晴 你 你赶紧把视频给我删了 不然我就 这次没等她说完 我学会了抢答 你就告诉你妈 随便 她拿着手机走到阳台 开始和她妈告状 几分钟后回来 在我面前晃了晃手机 我妈说了 你要是敢把视频发出去 就让你试试后果 我给她推荐了一个公众号 江晴说 别想着讨好我 除非你愿意把那个包送给我 我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原谅你 我示意她打开那个公众号看一下 我觉得你病得不轻 抓紧时间去看看吧 或许还有得治 那个公众号是专门治疗精神病的 周五晚上 我妈让我回家 说给我准备了礼物 我不用猜 就知道她给我买的什么 校门口 我上了校长的车 爷爷 我爷爷拍了拍我的头 好几天没见我家木木了 想死爷爷了 我和爷爷的照片 被人拍下来发到了网上 贴吧瞬间炸了 我靠 姜木和咱们校长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感觉一向严肃的校长 眼神那么的宠溺 他们两个都姓姜 该不会是什么亲戚吧 姜木的身份要逆天啊 一个电竞大神哥哥 现在就连校长都是他的亲戚 这太猛了吧 贴吧上有个ID名叫波罗球的人评论 这个还用想吗 肯定是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啊 下一秒 他的评论就被大家给围攻了 会说话就说点 不会说话就闭上 你可以侮辱任何人 请不要侮辱校长 他的辉煌 战绩你要是不清楚的话 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这一看就是大意心声 一会我就请计算机的朋友 查一下你的地址 看看是哪栋宿舍楼的 姜晴看到这条评论 吓得直接关机 然后回家 爸妈 你们知道那个姜木的亲生父母是谁吗 是不是特别穷的那种人 话音刚落 他就被一巴掌打偏了脸 爸 你疯了吗 我可是你的女儿 你打我做什么 江其风用手捂着心脏的位置 你这个混账 你知不知道姜木的身份 她是首富姜家的女儿 你怎么敢去招惹她的 江晴现在也顾不上腾 不可能 你是不是查错了 她怎么可能是姜家的 姜其风颓废地坐在沙发上 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几十岁 姜家都已经对我们集团出手了 说你在学校欺负了她女儿 公司经济现在遭受到了莫大的危机 要是这关过不去的话 我们家就要宣布破产了 破产这两个字 刺激到了姜晴 不行 不能宣布破产 这样我会在同学们面前 抬不起头来的 姜其风生气 却没有骂她的力气了 赵苑 我们养了她那么多年 姜木也不知道感谢我们 竟然还打击我们家产业 当年我就说她是白眼狼 你看 被我说准了吧 姜晴也觉得是这样 就是没有我们她早就死了 赵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老公 我有一个办法能够扭转乾坤 她赋而过去 小声说道 姜其风不同意 这太危险了 赵苑 你难不成真想看着公司破产 让我们母女两个去睡大马路 姜其风最终无奈同意 我刚到家 我妈就迫不及待地 拉着我去看她的战绩 房间都快堆不下了 你喜欢的话 妈妈再亲自给你设计几件 独一无二的衣服 我知道她这是想补偿我 谢谢妈 我牵着我妈的手下楼 我爸和大哥坐在沙发上 讨论公司的事情 我隐约听见 什么破产之类的字眼 我没有多想 坐下来吃饭 清晨 我醒来之后 察觉到家里的气氛不对 爸妈 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几人脸色凝重 我爷爷显然淡定得多 喝了口茶 告诉他就行 我们姜家的孩子 没那么脆弱 我看着手机上 我养母一家 在记者面前虚伪的样子 赵苑擦了一把眼泪 当年就是我们好心收养她 没想到姜牧 竟然这么地忘恩负义 知道亲生父母有钱后 就不认我们了 记者提问 她自从回到亲生家庭后 就没再回来看过你们吗 赵苑哭着摇头 没有 现在我不求她 能够报答我们多年的养育之恩 只希望她别恩将仇报 木木 如果你在电视机前看到妈的话 希望你别再对江氏集团出手了 我直接关上手机 赵苑这副嘴脸我真的是看够了 颠倒黑白的话 将我们一家直接送上了舆论热点 我妈心疼地把我护在画里 宝贝 这几天你先别去学校 等我们处理好了再去 行吗 我本来觉得 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触及到我妈的眼神 我点点头 回到房间 我看着手机上相册里被我加密的一段段偷拍视频和验商报告 我走出去 爸妈 我有证据来证明赵苑说的都是假话 我把视频递过去 这是他们这几年借着收养我的名义 让我成为免费保姆 以及对我非打即骂的证据 在我十几岁那年 我就已经开始暗中搜集证据了 就算没有找到亲生家庭 我也会让江家付出代价 可是现在 看到我妈通红的眼眶 我却有些不想让她看见 我虽然回家的时间不长 可却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满满的爱意 我妈看到我被赵苑用滚烫的热水泼在身上的视频 靠着我爸已经哭到没有声音 妈 我不疼 您别哭 我声音逐渐哽咽 我大哥将视频交给公司公关部 他们效率很高 一段视频很快就剪辑好 还有医院的验伤报告 这下赵苑白口莫辩 赵苑收到律师函的时候 嘴里依旧骂骂咧咧的 他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觉得收养了我 打我骂我都是应该的 学校门口 赵苑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只露出一双眼睛 他将律师函砸在我身上 你个没良心的狗东西 你怎么敢偷偷地录视频 还起诉我们 赶紧撤诉 听他的语气 依旧是不知悔改 还威胁我说 我们已经找到了最厉害的律师 这场官司你一定赢不了 到时候还会连累你爸妈 你难道还想被当成孤儿扔了吗 扔这个字触及到了我的逆林 我爸妈没有扔掉我 他们只是不小心弄丢了我 什么弄丢 分明就是不要你了 我和他扭打在一起 将这几年的怒火发泄出来 最后还是学校门口的保安 发现了我们两个人 周围不少同学围观过来 指着赵苑 这不是那个虐待养女的人吗 就是她把热水泼在江木的脸上 简直太过分了 这就是江晴妈妈呀 我终于知道江晴看不起人 是从哪里学的了 周围人对她指指点点的的声音 令她无地自容 赵苑拿起掉在地上的丝巾就跑 曲莹和徐熙走出来 木木 我冲他们笑了笑 没事 都过去了 很快迎来了开庭那天 我们在门口碰见了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我妈甚至都想上去打赵苑一顿 赵苑说 我请的可是王律师 你们就等着败诉吧 我笑了笑 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甩给她 我大哥亲自出手 管他王律师李律师 通通不管用 赵苑进去后就看到王律师紧张低头的样子 他心里面有一抹不好的预感 王律师 你这是 王律师咬牙说道 你怎么不和我说对面的律师是江玉呢 说完 他还给自己擦了一把汗 这一幕被我尽收眼底 我抿嘴笑 果然 这是还得我大哥出手 赵苑不明白 江玉亲自出手又怎么了 你可是是号称不败战神的律师 王律师恨不得想骂人 怪不得他不在京城找律师 反而跑到个市 弄了半天是没有律师愿意接啊 因为是亲戚介绍 他稀里糊涂就接了 这下好了 自己的不败神话 今天算是要被打破了 赵苑抓着他的手腕 王律师 这场官司就拜托给你了 你一定要赢啊 王律师连话都不想说了 只想快点结束 审判长进来了 正式开庭 我大哥将他们这几年如何暴力 我的证据呈上 一点点宣布他们的罪行 这里面是赵苑一家人 如何拿一个十几岁孩子当保姆 并且任意辱骂的视频 王律师将提前准备好的资料拿出来 明显的底气不足 经我方当事人陈述 是因为对方当事人在家里经常的不听话 想要简单教训一下 并且事后也请了医生 以及如果当初没有我方当事人的收养 对方根本活不到今天 他拿出一张照片 这是我方当事人在即将塌陷的微桥附近 找到对方当事人时拍的照片 后来又将对方当事人送到福利院 走了收养流程 我方认为 不存在家庭暴力 只是父母教育孩子的一种手段而已 我哥不认同 拿出反驳证据 赵院经常将我方当事人打到浑身淤青 甚至还将滚烫的热水浇在我方当事人的肩膀上 造成严重烫伤 以上资料中包含医院开具的验伤报告 证据确凿 王律师脸色难看 我哥又把江家的庸人请了过来 证明当初对我的家庭暴力 赵院看情况不对 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嘱咐江其风好好照顾女儿 最后 审判长宣布判处赵院两年有期徒刑 江家资金链断了 正式宣布破产 大二那年 江晴家的债还没有还完 交不起学费 选择了退学 屈营吃着冰激凌 她可以申请助学金贷款的 我看就是她自尊心作祟 再次见到江晴是在一场宴会上 我在爸妈的带领下 大三那年就已经在公司独当一面了 她晚着一个年龄比她大三十岁的男人 一身名牌 洋洋得意地走到我面前 江木 我没输 我现在活得轻松自在 有朝一日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富豪走过来 大掌不老实地落在江晴腰间 油腻地摸来摸去 还在这做什么 不赶紧去陪李总喝一杯 说完 她转身看到了我 脸上不怀好意的笑容 瞬间变得恭恭敬敬 她主动伸出右手 江小姐 我是旭丰建设的李旭 久仰大名 江晴的表情堪比吃了食 之前去公司拜访过您 可是一直都没有预约上时间 您看我是否有荣幸 能够请您吃个饭 谈谈合作的事情 江晴脸上挂不住 老公 他刚刚欺负我 你怎么还和他合作 江晴以为自己撒娇这套很有用 殊不知在这种男人面前 利益高于一切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一定是你主动找事的 还不赶紧给江小姐道歉 江晴拒不道歉 结果直接挨了一巴掌 你要是再不道歉 以后就别想从我这里再拿一分钱 我以为江晴会扭头就走 没想到 对不起 这句道歉里没有多大的诚意 我转身离开 我哥问我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我摇摇头 没什么 那个李总我听说过 已经结婚了 他老婆是出了名的手段狠 要是被他知道江晴的存在 年底 我们一家坐在客厅聊天 木木和粉丝们打个招呼 他们要看你 之前有一次我不小心 在我二哥的直播间露脸 导致现在一开播 就有很多人要看我 我二哥看着弹幕 妹夫 你们就别想了 要成为我们家女婿 可是很严格的 我妈让他一边去 宝贝 快来看看 妈妈给你买了什么 我爸 年底了聚会多 这张黑卡你拿着 没有密码 随便刷 我爷爷又在和别人炫耀 是的是的 那项科研项目 就是我孙女研究的 非常厉害 我眼睛弯成了月牙斑 为了弥补我之前受到的苦 他们将我宠成了小公主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